湖南海拔最高的五座山峰 不是天门山 也不是恒山 可能有些连名字你都没有听说过 看看你知道几座 大家好 我是分享旅游钢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语图从此步迷路 湖南深乱是一个以丘陵地带为举的地区 但是境内的名山大全还是蛮多的 但说起湖南的名山 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天门山 恒山 浪山等知名度比较高的名山 但如果说哪个是湖南最高的山峰 很多朋友可能都回答不上来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在我没有深入了解这个话题以前 我也不知道湖南最高的山峰是哪座 那么今天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湖南最高的五座山峰 看看你知道几座 第一名神龙峰 神龙峰原名宁峰 右名斗立峰 海拔约2115米 位于湖南省居州市 盐林县的境内 它是井冈山重要的走城部分 也是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峰 湖南原地神龙市 曾在这一带高山上采药 后人为了纪念原地神龙市 便将此山称为神龙峰 湖南第一峰 因此也将宁峰更名为神龙峰 第二名 湖平山 湖平山位于湖南省长德市 石门县的西北部 是湖二两省的分界山 其飓风海拔高达2098米 是湖南的第二高峰 由于湖平山山顶四周高 中间低 行于湖口 因此取名湖平山 湖平山旅游区是全球200个重点生态区之一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生态示范区 被誉为地球怪圈 北纬山石头上的自然迷宫 东半球上的洛瑶方舟 第三名 奇云山 奇云山又名奇云峰 奇云仙 位于湖南省贵东县境内 湖南边界区 它是湖南的最高峰 湖南第三高峰 海拔高达2061米 有奇云日居 玉与云海 天生仙桥 奇风怪石四大奇观 是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重点景区 国家自然遗产 湖南十大名山之一 中国十大非著名名山之一 玉有奇云仙山甲天下的美誉 奇云山水系纵红 山高凌厉 物种繁多 百鸟鸣唱 飘飘落仙 宛于人间仙境 特别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登上山顶放眼望去 湘干越 三省八县 尽收原底 第四名 八面山 八面山的具体部分位于 湖南省的贵东县 它是罗霄山脉四个 走城单元里面最小的 因此很少收到关注 甚至在有些地图上面 都没有进行标注 其举峰石流线 海拔高达2042米 是湖南省的第四高峰 八面山是湖南省省级自然保护区 也是我国唯一的华南湖自然保护区 第五名 二宝顶 二宝顶又叫二宝顶 大宝顶 它位于湖南省 少阳市的城部县 峰顶海拔高达2024米 是少阳市境内最高峰 湖南第五高峰 二宝顶境内的植物资源非常的丰富 其境内分布着我国重点保护植物 资源冷山 其中最大的一颗资源冷山 胸襟约16厘米 蓄干通质高近10米 是非常珍惜的物种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湖南知名度最高的五大古镇 距今4200多年的历史 是湘西四大古镇之首 看看你去过几个 大家好 我是分享旅游干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语图从此不迷路 说起湖南古镇类型的景点 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凤凰古城 这座知名度享誉海内外的古城 是来湖南旅游必去的一个景点 其实湖南境内的古镇类型景点还是蛮多的 特别是在湘西地区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湖南知名度最高的五大绝美古镇 看看你知道几个 第一个凤凰古城 凤凰古城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颠承而闻名于世 是湖南省知名度最高的古镇 也是湖南古镇类型景点的名片 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凤凰古城位于湖南省的凤凰县 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 是湖南十大古文化遗产之一 与丽江古城 平遥古城 并列为中国三大文明古城 深南凤凰古城历经沧桑 但这里却完好地保存了古色古香的历史遗迹 老城衣衫傍水 清浅的驼江圈城而过 乌鹏泉从红桥下悠悠地划过 岸边的吊脚楼和远去的山峰 倒影在河中 宛于一幅精美绝人的山水画 第二个 福龙镇 福龙镇原名王称 位于湖南省的永序县 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 这座沉睡了千年的古镇 因为一部电影 福龙镇而走红 因此这里也从王称 更名为福龙镇 福龙镇融合了自然景观 和古朴的湖西民族风情 这里四周都是青山玉水 古镇内取近幽深的大街小巷 临雪而见的吊脚楼 以及青石板铺就的五里长街 去去都透露着醇厚的古朴民俗风情 而福龙镇的夜景可以称得上是一绝 华灯抽上 吊脚楼星光翼翼 倒映在水中 与河里的亮灯鱼泉 天空的繁星 焦香灰映 梦幻又迷你 而福龙镇另一大景观就是瀑布 这里拥有湘西最大的瀑布 在镇子外面就能听到落水的声音 远远望去 鱼银龙从悬崖飞啸而下 因此福龙镇又被称为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 第三个 李爷古镇 李爷古镇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熟悉 他位于福南省的龙山县 是湘西四大古镇之一 李爷古镇的历史底蕴深厚 早在六千多年前 就有人类在此居居生活 在清朝雍正年间 李爷形成了码头商部 成为乡 俄 圈 钱 边界贸易中心 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镇 李爷古镇的能文历史底蕴深厚 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李爷乌龙山风景区的核心 与要古迹与景点有 李爷古城考古遗址公园 李爷勤俭博物馆 魏家在东汉古城遗址 李爷明清历史街区 八面山风景区等 是一座非常值得一游的古镇 第四个 茶桶古镇 茶桶古镇估计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 他位于湖南省的花园县 这座古镇的地理位置非常的有意思 由于地区相前于山省交界区 因此又有一脚踏山省的说法 茶桶古镇风景秀美 当地为了发展渔游业 后来将名字更改为边城镇 而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原子 就是这里 因此不少游客也是慕名来到这里打卡 感受这座古城独特的魅力 茶桶古镇是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镇 古镇内的商业化也比较弱 古色古乡的街道 吊脚楼 带着浓浓的历史气息 由于这里的交通不是很方便 来这里的游客并不多 非常适合闲暇之于来这里散心 第五个 潜州古城 潜州古城历史远远流长 是一座有着4200多年历史的古城 位于湖南棘手市的万能江河畔 在秦汉时期 这里就是重要的商部码头 南来北往的驿站 驿到在此交汇 水上交通非常的发达 是当时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 明清逐渐成为苗疆边地政治 经济 军事文化中心 是湘西四大古镇之首 潜州古城内纵横交错的青石街巷 古色古乡的明居 江南齐居胡家堂 九福堂 令人倍感神圣的文庙 堪称奇美的潜州八景 扎宫精巧的潜州春文化 富有灵气的观音阁 南方长城古遗迹等名胜古迹 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 及古经文化末刻 留下的古诗仪勇 文稿虚化 都使潜州古运游城 令人无限遐想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